最近不少企业都在征裁 今天在台北也有一场服务业的大型征裁活动 由于服务业的门槛比较低 工作机会又比较多 所以吸引了不少的社会新鲜人 刚踏出校门的毕业生没经验 找第一份工作往往选择入行门槛低的服务业 今年从福大社工系毕业的罗小姐也不例外 方案企划之类的 对啊 有没有想要进 特别想进哪个产业或是公司 可能想要 会想要再试试看 就是可以增加自己外语能力的 各种产业当中 对新鲜人最友善的就是服务业 人类银行统计 愿意聘用新鲜人的职驱中 服务业占了将近五成 近来房地产热门 房中业也需要大量销售员 开出优惑条件 自营店就我们公司来讲的话 我们是保障新人九个月 每个月是四万块钱新奖 所以算是业界最高 征裁同样没有上线的还有金融业 底薪比去年成长 至少百分之五 不过亲自跑一趟就业博览会 很多人期待的就是能现场面试 提供这种机会的真才厂商却不多 刚刚有陪朋友就是通过一家 两家但是没有直到面试的机会 只有这一家就是康氏没有给他面试 那还不如就是上网投履历就好了 就不必来了 景气回温了 职缺的确增加 求职者应该利用各种管道 只要多立一份履历就多一个机会 记者张金城博玉台北报道